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个人多啊 而且你想想看 每个人的钱都被汇头倒 这个不得了 我每天省吃俭用去买菜的时候 明明买了30块的菜 跟我老公说买了50块 然后中间那20块省下来 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 到了那个汇 被你汇头倒 我告诉你那是会跟你拼命的 那种在外面纠纷也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碰到婚姻症 有没有碰过很失去的东西 这个我是一定要讲 我人生遇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婚姻案 叫失婚的太太在法庭上咆哮律师 开完庭以后还追打到计程车上 连我要离开都要追打 它状况其实是这样 今天我是这个老公这边的律师 那她的太太怀疑老公是有外遇的 因为太太从老公的电脑里面 看到了这个老公有跟一个公司的员工 可能有一起出游的照片 但是没有到很亲密 但是老婆就因为这样已经 觉得老公一定就是外遇了 就到地检署去提告她老公 那当我们是她老公的律师 我们就不断的跟法院跟检察官讲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也没有任何事情 这只是同事 这只是感情比较好的同事 大家工作时间比较久 所以呢 会有一点点比较这样子的照片跑出来 但这个老婆非常不能接受 她甚至还带着她的妈妈 妈妈是不能够进法庭的 妈妈就在外面等 等到我们从法庭上要离开 这个妈妈跟她的女儿 就开始追着我们 一直骂 走走走走走 发现她不想让我走 开始拉我 拉扯我 我就问她你到底要干嘛 人家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跟她有婚姻上去 她叫我要跟她道歉 我就说 这个我当事人的主张你搞错了 她也是没请律师 所以还不了解法庭的状况 到最后我干脆管你 我用跑的 可以吧 我用跑的 开始追 你就看到从法庭楼梯 马拉松似的 跑到大门口 大门口的计程车 我好不容易看到有一台 冲上去 然后就跟着计程车说 我们赶快走 然后计程车说 你要去哪里 讲完这句话 门已经开了 这个太太就冲进来了 冲进来里面 要把我拉出来 我就说 哇塞 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 这个情绪问题了 已经可能要变成伤害了等等 而且是岳母跑得比较慢 但是也是慢慢追下来了 我到最后的做法就是 来 我跟你一起走回到法 那个检察官那边 到法庭里面去 就当时开的那个庭 当时那个开的 那那个检察官是在开别的案件 因为我们的下一件了嘛 他已经在开了 检察官问问 你们要干嘛 我这个庭已经开一半了 你现在跑进来要干嘛 这个太太跟这个岳母就说 我要这个律师跟我道歉 我就跟这个检察官讲 检察官 请你保护我的人身自由 我已经刚刚被拉扯 被强制 后面可能有伤害了 拜托你 检察官她看到了 她也知道她们情绪很高涨 就告诉这一对母女 你现在留在法庭 不要离开 然后请法警带着我 离开这个法庭 等到我离开一段时间 她再让这个母女离开 那这个母女 也因为检察官 要求她这么做 而且有法警在旁边 才真的留在这个法庭内 不然我在想 我很可能在法庭外 像之前的新闻 发生一些 很不愉快的事情 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以为你冲击 那个检察官 是要跟检察官 请你用扩音器 跟全法庭人说 我跟他没有任何逃生托分 因为他从计程身上 还把我拖下来 大家看画面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真的 那就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律师只是各自执行自己 一些的职务或什么 当然 可是情绪的事情 我说实话 开过这么多年 情绪的东西太多 可是一个就是这样 如果又碰到一堆人的话 施萍你碰过很多人的状况 这个案子是 粉红检师团争遗产 然后带领这个谩骂部队出庭 撞绅士 大概是这样子是 夫妻事实上年纪都大了 然后有名巫师很多年了 那太太大概 她在学校教书 所以退休了之后 就自己去做移民间 那先生自己在台湾 有存款 有退休金 有股票 先生就自己待在台湾了 那她在台湾之后呢 有一点钱开着干嘛 就跑 红包场 那红包场 她年纪大概有 七十几 七十几 差不多跑红包场 那跑红包场认识了就是 就马上就有女生来献殷勤嘛 那很快的就交往了啦 那这些亲友也会把这些风声消息 传到太太这边去 虽然太太人在国外 那可是太太事实上也很清楚 就是两个人关系早就淡了嘛 太太大概每年的过年 还是会回台湾一趟 回台湾待个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一天她不是开开心心 拉个行李箱回来 结果门先生 门一开就对她痛骂 然后骂完以后 还刚下飞机回台湾 拉了行李箱回家 又拉了行李箱去住饭店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 是因为 先生就是想把这个 外面红包场 认识的女孩子 带回家住 那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也没跟我讲一声 那太太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过 大概在台湾在饭店住了几天 大概就回 又回国外去了 太太回国外去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先生很快的就中风 去世 就过去了 那太太知道这件事情 赶回台湾来奔上 那赶回台湾奔上的时候 发现 她印象中先生事实上 名下应该还有不少钱 名下的存款股票全部都没了 他们住的房子现在是谁在住 是这个小三在住 她说好 那钱的东西你拿走就算了 因为这些是生钱转的 那我也不能证明是 这个钱是被你骗的 还是我先生要送你的 那你房子总该还我吧 那没有 这个小三很大气的房子 就说你拿钱来换 要不然我不走 如果要对付这种人 最经济就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是告他怯战 可是怯战不容易成 因为你要证明 他有这个怯战的故意很难 可是一般人来说 经常上了法院 檢察官一胸 大概摸摸鼻子就走了 结果果然不走 打死都不走 那检察官果然诸如不起诉处分 那我们只好走着民事 切让房屋 返回房屋这条路 可能切让房屋 返回房屋很烦 因为现在你如果在台北市 打这个官司的话 你这个诉讼标的金额是 要按照这个房屋的市价 房屋的市价 你台北市随便一个房子 诉讼标的金额 这样你缴个产品费 大概就要缴个几十万了 没办法 不得不打 那打这官司 开庭第一庭 哇 这个小三来了 小三来了不止一个人 他带了五六个老伯伯来 他还有很多红包厂的客人 就是原则上我推断 就是在红包厂认识的老伯伯 可是他们跟老伯伯的这些关系 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不懂 那在法庭门口报到以后 那个女的说 这个就是他律师以后 老伯伯就在那边 你两心啊 缺德啊 这种话事实上 你不能说听多了 可是总是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以前我指导律师 就是我师父爷爷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永远记得 就是 狗咬你 你不要去咬狗 所以我一直秉持这个道理 你要讲 随便你讲 OK 结果我们进法院以后 这些人还在讲 就是我只要一发话 乱讲啊 缺德啊 可是你如果进法院以后 他在后面讲 他们坐后面 他们坐后面 坐在沙发上讲 你进去以后 他们就坐在后面的旁边一起讲 可是事实上 你进法庭以后 你就不用去管他了 因为法庭 法庭 有法官嘛 法官先骂说 你们在后面不要讲话 要不然我会赶你们出去出去 没有啊 你们这个只是乱讲 再讲话出去出去 全部乖乖乖乖 都乖乖 可是每一次开庭你就看到 他就带个五六个杯杯 五六个杯杯 全部坐在后面够乖的 幸好这个诉讼最后赢了 只是赢了之后咧 我们要执行嘛 执行一方面是要让他走 一方面我刚刚讲到的 有几十万的裁判费 問題 那这些 这个粉红检释团 非常的厉害 就是 你叫他们叫什么 他专门去找这种 行将就木 可是又有点钱的老人 对你献殷勤 然后最后 钱全部都刮走了以后 你死了不关我的事 拍屁股神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 我们新武汉的粉红检释团 那粉红检释团的 战斗力非常非常的强 我们诉讼都已经赢了 他的 那照理讲就是 我的裁判费 他也应该还我嘛 那 我们打掉诉讼 因为最后在执行的时候 还是要做一个 一个 确认 确定诉讼分合 那确认诉讼分合 事实上只是跑一个程序而已 很无聊的东西 可是 法院爆发违欧事件 刑警掉枪 显出人命 突然在大门口 就看到四个女生 把一个女生压在地上 然后扯头发 被打这个女生 因为她是去抓她老公的抓奸 但是原配 原配 被打的是原配啊 不小心那我的裤子 一千枪都放后面 一个枪突然都掉下来 看到一把枪全部都弄住 我也不动 法解都没动 我的枪都捡起来 放好 再带回去 第一个 确定诉讼分合 那确认诉讼分合 事实上只是跑一个程序而已 很无聊的东西 可是诉讼分合的裁定下来以后 他异议 异议完以后再抗告 然后这样子异议抗告 总共跑了三个 司法事务官 然后地院的法官 然后高院 这样又跑了快一年 我光执行他一个诉讼费用三十几万 我快执行了一年 执行到最后呢 他财产也拖了 差点已经没了 他一年已经跑了 那后来是 一直追根究底是 他 银行里没有存款 可是他一直在转换他的证券公司 所以抓到他后来的证券公司 扣到了他的股票 那所以粉红检生团的这个站立 实在是让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你有没有把他们纳为自己的员工 就以后碰到有这样的官司 叫他们去针对别人 不过刚才视频讲 尤其光执行一个诉讼费 诉讼费就打官司的时候 你要先交一笔费用 大致上一省的话 大概就百分之一左右 那你想想看那个费用上去 等到赢的话 就打官司这样 我是原告我先交 交了以后 法官如果判我赢 那就是被告要交这个钱 所以我就要去找被告拿这个钱 那如果我输 当然就我摸了鼻子认 所以他光告了这个钱 就要搞这么久 我跟他战斗力当然强 他坐后面的时候 他是老先生也许也累了 他不想讲话 要不然法官讲一句 他就讲说 当初抬而撞的时候 我跟日本鬼子怎么打的 虚幻鬼子 对对对就这样来的 如果这个你会碰到很多像这些状况 你没有办法 就是当你碰到骚扰的时候 律师也只能这样 但是千万注意就是人身安全很重要 因为去年就发生一个悲剧 对对 也是婚姻的案子 然后律师跟当事人那位太太两个人 从法庭走出来 那个先生心有不甘 就开车从后面 就两个 两个都没了 对 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匪夷所思这样的一个案子 所以碰到像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吵的有闹的 那大家就是对你讲的对 就是不要跟对方去计较这些东西 那如果律师都这样的话 这位警官请问一下 警官碰到的拍廊 崇修二级之徒很多 是啊 那你们怎么办 可是我们碰到的一些 比较匪夷所思的 像我以前在刑事组 我们固定要 早上10点多到12点这个时间 我们会有一班押解人犯 移送到地检署 那有可能是到板检 北检或试检 那有一次我们三个人 就押解了两个 就是移送到一个地检署的时候 在大门口 那忽然在大门口 就看到四个女生 就有三个把一个女生压在地上 然后扯头发 另外被压在地上那个女生 整个一三不整 露出南半球这样的 真的是这露出一半 我们在大门口 我们那个人份 还在我们手铐靠着 我们有三个人 两个借户 我们想说这是演哪一出的 不晓得 搞不好来截球的 喊很大声就感觉会喊法警室 快快快 外面有人在打架 那法警室从玻璃上看一下 那两个女生就跑出来 那我们就把人犯先 往法警室里面带 带进去之后呢 那时候就看到那三个女生 两个把一个女生压在地上 膝盖压在她的肚子上 另外一个女生一直垂垂垂 垂垂垂垂 垂那个女生的脸 然后后面一个女生拿那个 以前那种大支的那种行动电话 黑金的那种 对 要往上一扎 那这还不得了 因为我离我差不多三四步 我都冲过去冲五块 我就把那一推一推开之后 我一推开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只有四个女生 他旁边还有五六个男生 那我就很大声了 不要乱来 那我不小心 那我的裤子以前枪都放后面 没有放枪套 那枪都掉下来 那枪掉下来 那我们90手枪 那个弹夹 不小心你压的时候 弹夹会分离 五六个男生站在旁边而已 看到一把枪全部都认住 两三秒大家都不动 他不动 三四个女生也不动 我也不动 法警都没动 我捡起来 放好再带回去 然后来了解 他们通通带到法警室里面去 了解之后 被打这个女生 因为他是去抓他老公的抓奸 他是原配 被打的是原配 原配被小三绕人来打他 那因为这个小三 跟他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他老公是在内湖 一家很有名的做离电池的 那这个原配 跟他虽然没有同居在一起 但是也是找真心社 但是没有办离婚 找真心社去抓 那抓到了 抓到的时候 当时这个原配 也找了三四个女生 在汽车旅馆里面 就当场把那小三打了一顿 那打了一顿之后 他开庭 开庭之后 这小三就绕人 就准备在门口等了 等了这么好 在鞭打的时候就在法庭上讲 是你老公来骗人做嘛 不是 我是去骗他的 然后在里面打到 他整个那个凶兆通通 都要扯到一半下来 像我们第一次看到说 是小三找了三四个人 当场就在法庭那个大厅 打到那个女孩子 哇 那个你真的没办法想 那时候行动电话 可以这样拍照 现在那个女生就不用混了 而且好不然直播 真的 对 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 就有道理你看 在警察面大家都觉得说 看到警察应该都不敢动 没有 是看到枪才不敢动 对 好不好 那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律师很多时候 我刚才讲说就尽量忍吧 因为当事人都有情绪 但是律师也是忍 也会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吧 尤其李一臻的脾气 很难控制这个 好 来 我分享一下我的案例 吴子敬的谩骂律师 忍无可忍只好翻脸 刚刚王律师说 他的师傅告诉他说什么 狗咬你 你不要回去咬他 我告诉你 狗咬我 我不会咬你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 之前我有分享过 反正他就是公然无路的案件 那因为是名人 那法官认为 没有这个妨碍名誉的问题 但是当事人认为说 反正没关系 我翻盘几率不高 但是我就是要一直告 告让你请 花钱请律师 让你一直跑法院这样子 那这对照当然也知道 对照也是请了律师嘛 也是一直在跑法院 我没办法去大陆去哪边接工作 那所以他每一次开庭呢 每一次不管在庭外 或是在庭上 他都一定会说 这无良律师以后会 下地狱啦 然后呢 就是帮坏人辩护啦 没良心啦 一次两次三次 都在开庭的时候讲 那一次两次呢 法官都没听到 第三次的时候 法官就也忍不住了 就跟他说 每个人呢 都有就是权益 要委任律师保 保障自己的权利啦 那人家律师也是在帮 他的当事人在辩护 所以你不要讲这种话 好啦 那这对照他就闭嘴了 闭嘴了以后呢 就这样斜眼一直瞪我 坐在对面还是这样斜眼瞪我 一直瞪一直瞪 我想说到底在瞪什么 那后来出了法院以后 我就把手机的那录音程式打开 果真他就讲了 他就说 无良律师 你以后一定会下地狱的啦 我这时候 我就把外套一脱 包包一丢 我就冲过去 我说 请你有种 再讲一次你刚刚讲什么 这时候他的那个律师就冲上来 因为我真的一副挺胸 然后想要跟他就是干架的样子 他的律师这时候才冲过来说 这位道长不要不要 不要激动 我说请你好好教育你的当事人 刚刚法官都已经告诉他了 不要再这样骂律师了 然后那个当事人呢 还是一样 我有说错吗 然后 然后后来呢 我就想说好 反正已经吓到了 我就赶快那个外套穿着包包提着 本来是想说 慢慢慢慢的走到楼梯 这样子 一到楼梯我马上用冲的冲下去 然后呢看到法庭外面 确定有计程车 马上跳到计程车上去 为什么 我事务所之前有一个女律师 她呢被那个对照的当事人 她是叫人家去赌那个女律师 那那个人呢 没有认出那个女律师 女律师的名字很难信化 结果是打到女律师的老公 所以呢我就因为这件事 我就知道说 真的耍帅是一词 但是人身安全还是没有 你怎么那个后面跟前面的落差 这么大 反差好大 不要再打姿势好不好 反差好大 丢兵要有 对啦 那个场面还是要有 没有前面一定是一时 说实话 那肾上腺素也激起来了 一定会这样 但等到一冷静下来的时候 对 我还是值钱好不好 我还是应该要 应该要人身安全重要 一定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说 你有跑法院 社会一定有跑法院 然后跑警察局 我骂检察官骂习惯了 真的喔 真的 经常啊 因为我们记者被检察官 被告是日常的 这是我们职业伤害 这很正常 我们大概跑了七八次了吧 这是你说的那个 妨碍名誉什么那种 对 我第一次很怕喔 真的很怕 第一次上法院 虽然自己跑法院 可是自己坐在那边 真的感觉不一样 自己是被告又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在旁边写别人可以写 但我自己坐在那边 我第一次看到检察官的时候 是那种 你有没有 对人家故意呢 我说没有 你反差太大了 反差太大了 第二次以后 我讲 人家说一次听一听一听 怕怕怕怕 坐在那边 第三次我哪有在怕的 后来我就跟那个检察官 没有在客气 有一个当事人 他是某一个饮料罐 法官裁决有事公允 律师回应超霸气 法官就是说 哎呀 我们就是没有 司法互助协定嘛 这个案子 我们就国内查一查就好了 我身为法律人 勾起了我的法律魂 那时候就吃了雄心报纸蛋 我就跟法官说 请问中华民国哪一条法律 告诉我们说 国外的财产不能列入 剩余财产分配的标的 这时候当事人就站起来 法官对不起 我律师冲动了一遍 好不好 你不要怪在我头上 我往往下眼前 你说哪 一遍 拎到一遍 这次在脱离 被爬到最后 第三次我哪也在怕的 有一个当事人 他是某一个饮料罐 他发现里面有麻 berries 把 abundant 而且那米的茨已经结成草了 把他inkle上去上网 结果被你的饮料厂商告上法院 一告上一直告 但是没有告我 忠实要传我当证 因为我是报导者 我是記者 那我就一直被傳 傳到最後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得到我就好 我就作證 我說他當事人因為他確實發現 因為他是認為他有在罐子上找洞 法官就問我說 你當時拿到的時候有沒有洞 你覺得是不是找的 他問我這些我現場看 我就回馬這樣 是檢察官後來跟我說 法官那個記者的話不足踩性 他們這些就是製造者 然後媒體就是不良跟什麼 我就踩到我紅線了 我說你這些檢察官才是上盡天涼 專門以被害拿起訴人家當績效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竟然得幾分 你今年都算是不足 現在搞我當事人 我一連罵罵了十幾分鐘 我想說你們法庭辦公室的法官 在維持秩序 我在看法官寫眼瞄 結果法官進來 我想說可能這個檢察官平常應該 應該那個嘴巴應該也不太饒人 不是可是我覺得這個檢察官 他幹嘛講到 對 你可以說 他前面講那句話說 這個記者你最多就講說 證人的所言與事實有出入 或與事實不符 對 我講應該是這樣 那就算了 我講 你怎麼會講到說 這個記者所言不符 媒體都是製造業 我告訴你 要不是這樣的話 台灣不會這麼亂 都是他們這些人 尤其我都不是 我沒有那麼糟 你越講越多了 不是 他講的已經到有一點點 人生攻擊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法庭上那個情緒 有時候真的 會很讓你無緣無故的抓狂 像我還有一個朋友就是那個 有一個警察 有一個很有名的案子 不知道知不知道 中和有一個警察 去中和查毒物 結果一個小隊 他帶個小隊去 然後三個警察 小隊長被打死 那個隊員腦部 從中間貫穿過去 然後另外一個是 左右腳全部被打到 總共這樣子 死了一個警察兩個重傷 結果後來判無罪 為什麼 在現場開槍的兩個人 一個判無罪一個判兩年半 要是你是家屬會不會生氣 氣死了 後來家屬在法院裡面 他真的沒有辦法 潑油漆 在法庭裡面 對 在法庭外面 在那個走廊那邊 潑油漆 我真的有能夠理解 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個警察是把他抄到了之後 車點翻掉 那兩個人在車子裡爬出來 只要看到警察就開槍 就開槍 然後後來一個是認為說 他是說我槍撿到的 台灣槍硬碰碰碰 好 金菜票的槍 所以他抓到槍 水手也在地上走火 蹦了 不小心打到誰他不知道 另外一個說 我沒有開槍 因為那個槍不是我開的 後來法官竟然踩信 然後後來判一個人無罪 一個人兩年半 對我們記者來講 怎麼可能 死了一個警察兩個重傷 一個無罪一個兩年半 這怎麼判的 好 那要上訴嘛 檢察官忘記上訴 忘記了 不是你們有15天嗎 是15天 10天 檢察官忘了上訴 他跟法官講他太忙了 這個案子忘記了 定驗了 他會被懲戒 定驗了 這個案子定驗了 那個家屬到法庭去是那種 你知道你可以理解那個情緒 情緒可以想像 那個啟酒隊 老婆的弟弟 哥哥弟弟 他到法庭去看到那個 兩個嫌犯一副就那種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我知道那種家屬 你一定碰到那種被 被加害人壓到喘不過氣來的時候 他那個反應 他一出去 因為是朋友 他一出去我想說應該不會有事了 那個百條地園旁邊不是有幾個工程行 他去買那個紅色油漆 買了就進去就啪啪啪啪 全部都潑 他說這就是我那個哥哥的血 我要讓你們法庭永遠記著這一灘血 我看你們這些法官檢察官怎麼做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情緒真的是安耐不住 一條人命兩個警察重傷 是判兩年半 這就是我們的司法 OK 當然你說判的過程有一些 就算你再怎麼樣有一些原因 憑良講 就算過失就算了 就算了 他因為一定有人開槍嘛 不可能沒有人開槍嘛 那開槍的那個一個警察 就算你是過失之死 然後其他的那個重傷 對兩年半 我說實話家屬真的難以難以接受 連律師聽了大概都很難想像吧 不能接受 很難接受 而且最重要是還有人忘了上訴 而且檢察官收到判決的時間 其實是比我們還要晚 對啊 所以有很多時候你會知道 有的人的情緒你可以想像 你有很多人情緒真的就是 他就是發洩的那種感覺嘛 不然他能怎麼樣 對啊 但是說實話有很多時候律師 會碰到有當事人的問題 有跟法官之間 有時候也會有針鋒相對的問題 有跟對照律師 會不會有針鋒相對的問題 都會有 證據 跟法官之間出現的是什麼狀況 真的有一天我真的就失心瘋了 跟法官有針止 就是我覺得法官有失功運 所以我就用強勢的態度 就回職了法官 那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 我真的很尊敬法官 就是覺得他們這個自己問及 太慢了 但是那一天 我真的也覺得是踩到我的線 因為我其實承辦那個遺產官司 是蠻複雜的 因為就是 先生死掉了 那子女跟太太 一起來爭奪這個遺產的問題 他分成兩派繼承人 有一派繼承人 其實就是跟媽媽一起 那等於就是有媽媽的這個王牌 等於還可以再來請求 這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的問題 就分成了兩派 那我代理的那一方 剛好是沒有這個媽媽的支持的那一方 那這個部分 其實還有這個剩餘財產 跟分割遺產一起省 那重點是 其實這對夫妻很會賺錢 然後他們結婚這麼多年 還累積了很多財產 所以居然法官他要 然後這個不動產 也還沒有經過見價 居然他就要結案掉 那我當然會很情急 就是說我還有證據要調查 然後我就看法官在折那個卷 我說法官 這一對夫妻 他們在國外 其實生活二十幾年 所以其實這個太太 一直講說國內的財產他比較少 那其實都是騙人的 他其實在國外有財產 但是沒有拿出來說 所以我就要求法官 一定要調查國外的財產 而且我們已經知道 那個財產就在貴婦奈奈 現在在申請難民的那個國家 都已經告訴法官就在這裡了 甚至我們連帳號 帳戶 連銀行的地址 我都告訴法官了 可是法官就是說 我們就是沒有司法互助協定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 我們就國內查一查就好了 那就不用查到國外去了 然後我覺得這一句話 真的是踩到我的底線 我就會 就是我身為法律人勾起了我的法律魂 我就覺得我那時候就吃了雄心豹子蛋 我就跟法官說 法官 請問中華民國哪一條法律 告訴我們說 國外的財產不能列入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的標的 我就這樣回了法官 然後我眼角的余光 有看到法官 然後全場就是一片靜默 然後這時候我就在想說 這時候當事人就站起來 法官對不起 我律師衝動了一點 好不好 你不要怪在我頭上 我幫忙在野安那裡 等一下就解釀他 對 我馬上換律師 對 然後可是我有看到 法官默默在翻法條 所以我還是想說 我剛剛已經講完了 那我就等著法官的才示 那法官就翻一翻法條 他就跟我說 可是律師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請這個太太 她願意提供 她願意出具一個同意書 而且要中英文的 我才能夠透過外交部 去查他在加拿大的帳戶 然後法官就說 可是他就是拒絕不配合 我能怎麼辦呢 然後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又覺得再度燃起了我的法律文 我就跟法官說 法官 民事訴訟法有282條之一 證明障礙 也就是說 在這個當事人我們提出的證據 如果有人去隱匿了這個證據 那就要證明說我們講的是真的 所以我說這個媽媽的部分 她其實在海外有一億的財產 那他就不能來跟我們分配 這個剩餘財產 然後法官 我覺得他這時候又在默默的翻法條 那後來其實就是 因為這樣他還要繼續下一庭 我也知道 那他就按耐 就是有點拗不過我 所以他就還是當場的裁令 就是要他七日內 就是要出去同意書 然後如果他不出去這個同意書的話 就要認定說 他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是沒有道理的 對 所以這天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非常敢念這個法官 真的也在這套 你的法律魂都退了 你的法律魂都退了 對 又退散了 這樣喔 對對對 來 準備 我要補充一個就是 李律師的法律魂 不僅僅是在那一次的法庭裡面 我之前還在筆疤的時候 有跟李律師一起合辦一個案件 法官不尊重的動作 令律師都火大 從以前開庭到現在 我做二十幾年律師 我非常有意見的一個動作 你結辯才剛站起來 結辯的時候 下一個案子的卷宗都在旁邊嗎 他就開始滾綁了 有沒有 有沒有風光 有 有沒有風光 不過你告訴我 那我變什麼東西 我這時候絕對不講話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就開始把東西打開 在旁邊 在旁邊 到他七日內就是要出去同意書 然後如果他不出去這個同意書的話 就要認定說他的夫妻剩餘才能分配 是沒有道理的 對 所以這天就這樣結束 那我非常感念這個法官 你的法律魂都退了 你的法律魂都退了 對 又退散了 退散了 我們這邊是告對方有竊戰 侵占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傳喚的證人 飛翁的部分 他在當庭的時候 講了一些對於被告那邊 非常不利的一些證詞 所以說被告的律師他互主心切 當庭就罵林律師這邊說 剛剛證人所述都是虛偽的 是說謊 是律師叫說偽證 那時候林律師他就在後面拍拍我 然後之後他就說 警察官 請把剛剛辯護人所說的 全數記名筆錄 並且保留法庭上面的錄音 我們要不排除對這個律師 提起妨礙名譽的告訴 對方律師聽到臉色鐵青 之後後面就說 那個大律師我們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才不管他那麼多 法庭的偵查繼續下去 後面對方的律師他也熟練了很多 就不敢說 後面一直在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甚至開完庭之後 出庭之後他也一直來跟我們道歉 後來告了嗎 後來我們是沒有 因為也是同道 所以說我們也沒有告他 他的法律那時候沒有真的上升 上升以後才會一定要告到你 不過我們還是有對他提出 律師公會的懲戒 而且律師公會也有正式的做一些回吻 沒有錯 這個當場一定要 這個人應該彈和究極吧 應該吧 然後送公務員懲戒吧 已經升檢察長了吧 這樣子還可以升檢察長 等一下 這樣可以升檢察長 後來是升主任 後來有沒有升檢察長我就不知道 真的喔 一定要把名字給我 一定要把名字給我 不要生氣 不是因為這真的是太離譜一些的事情 這是有公道的嗎 他一定有公道 有很多時候開庭的時候 有一些狀況是一般民眾不了解的東西 我平常講 其實我對法院 現在院方比以前也要好一些 我以前從以前開庭到現在 我做二十幾年律師 我非常有意見的一個動作 對法官 各位一定都碰過 截變 截變很重要吧 雖然前面證據調查或什麼什麼 法官也有他的心證 可是總是到截變 你也要讓當事人知道 我把所有的理念 我們都已經告訴法院這件 如果判完結果 當然我尊重院方 這個都沒問題 各位你知道 我們以前的法官有一個動作 是我每次到那個時候 我一點都不客氣 各位截變重要吧 你才剛開始要截變站起來 各位你知道法院的卷宗 這個案子 他在這個對不對 下一個案子的卷宗都在旁邊 你截變才剛站起來 截變的時候 他就把卷宗開始 你在講話 他就開始捆綁了 有沒有有沒有碰過 有沒有碰過 他就開始捆了 各位你告訴我 那我變什麼東西 我是要講給你聽的 我這時候絕對不講話 然後我就看著他 他怎麼覺得截變不講話了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就開始把東西打開 再放回來 然後就開始聽你講 我不怕得罪 這不是得罪的問題 這是在法庭應該要走的事情 現在 現在平常人講 現在真的很少 而且資金你剛講的 是你跟林律師一級 去打那個冠軍 但你自己 自己有碰過 什麼樣的一些跟當事人家屬 或什麼的事件衝突 我這邊講一個就是 法院神聖之地攻擊律師 賠償報應縣世就來的故事 這是一個我們以前事務所一個 蠻之前 然後之後 可是蠻秀氣的一個律師 然後他去幫當事人 打一個車禍的管制的二審 原審的時候 就是因為當事人沒有請律師 那法院那邊採取了一個 原審車禍鑑定 比較對他不利的一個判斷 所以說我們在二審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法院 必須要就車禍鑑定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在意的部分 對方也是有在這次車禍裡面受傷 他的父母也有來 就坐在法庭的後面 然後在法庭的後面 我們就說要在意 然後表達我們的論述的時候 對方的父母就在後面 一直在謾罵我們開庭的律師 就一直說 這個原審都已經判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 再一再上訴呢 我們這個律師又一直被打斷 被打斷之後 律師也看法官好像也都不理我 好像也都沒有要維持法庭秩序 要求法官說 法官可不可以維持一下法庭秩序 我們這個律師也就回頭就跟這些父母說 你們放尊重一點 我們是律師 可是對方父母看到這個律師好像欺負不了 就開始要去追打我們的當事人 就衝過去要追打當事人 而我們律師雖然長得很秀氣 可是 跟他學過柔道 他是沒有在害怕的 他就去保護當事人 在高院的上去的樓梯那個地方 然後最後就在那個地方 跟家屬發生了一些推擠跟拉扯 我們這個律師他就手被弄得紅腫 然後說臉也被打到 我們回到事務所之後 討論之後大家就決定 好 要對這個父母 提起法院民意的告訴 起傷害的告訴 可是到了法庭要去蒐證 要去截取一些證據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高院的走廊裡面 他是有錄影的 可是他沒有錄音 那糟糕了 訪案民意的部分該怎麼辦 我跟你講 法律權是非常小的 在法庭裡面的那個罰警 他剛好是女律師的 他剛好也有聽到說 對方有慢罵他的這些狀況 所以說他也很願意出庭作證 然後也出庭作證說 他有看到打 他有看到拉扯 有看到有聽到罵的這個部分 最後對方的父母就真的是 好啦 既然證據都那麼確鑿 證人都有來了嘛 就庭外的跟我們的 這個女律師和解 那這個女律師 他也拿了兩個月的薪水 大家也知道 律師的薪水其實不低 兩個月的薪水 然後之後拿了以後 他就辭職 然後說就換了 他要去馬爾地夫 可律師薪水沒有到馬爾地夫這麼多 這樣嗎 就為了這樣就可以知道 馬爾地夫 真的喔 所以因為那個過程是確實有傷了 對 確實有傷了 已經到了人身攻擊 像這樣的一些的狀況了 所以剛才其實剛才任何所講的 就是你碰到的是 對 也是匪夷所思 是小三去打原配的那個案子 可是有人會對警察這樣子嗎 會 當時我們在松江路有一個民眾 就有一個老百姓報案 說現場有一個 窃嫌在民生動物松江路口附近 然後被一群民眾也逮到了 那請我們協助去現場去幫忙抓人就對了 那我跟我另外兩個同事 到現場的時候 那個窃嫌就是已經全身都受傷了 誰打都我們真的也不曉得 那我們就把他送最近的醫院包紮一下 包紮之後我們就帶回去辦公室 他要去辦公室之後 現場外去找人 沒沒找不到人了 打的人跑光光的 那現在只有被偷的那個屋主 就是那個公司 那屋主必須你要出來 來做個筆錄 你有沒有損失什麼東西 門有沒有被撬開 那根據那個歹徒 就是那個犯罪行人講 他說我只是去那邊接廁所 那我沒有偷任何東西 可是在他身上有公司裡面的 他們的一些小產品 我們就是當時就是用 我們先把第320條把他移送了 那移送就切到最後移送之後 我們其實到現場是好聽一點 是我們逮到小時候 事實上是人家抓到交給我們 那我們是有績效 沒有錯 但是我們是抓到了 撿到的 那我們就回去就把他移送了 移送完之後 沒多久 我就傳我們三個人要出庭 那時候剛剛有這次講 出庭電視也是緊張的 出庭是 你也會怕 當證人 因為我們曉得是當證人 對啊 他證人的身分 可是檢察官他可能發證人給你 他到那邊可能馬上 把臨時改被告 改被告 是啊 那我們三個人都站在那邊 看到犯罪行人坐在另外一個地方 旁邊坐一個很年輕很年輕的 那檢察官就先一個問 我們就證券給他看完之後 一個一個問 你們有沒有親眼看到他竊取東西 我說沒看到 另外一個說沒看到 第三個說沒看到 那沒看到你是根據哪一個條例 來把他移送 我們學長就說 我們是根據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 就是把他竊取到這裡移送罪 他說那你沒看到 你怎麼能夠證明說 他身上的東西是他偷來的 他說他在上廁所的時候撿到的 然後你們有沒有人打他 我說沒有人打他 那第二個也說沒打他 第三個學長也說沒打他 那檢察官就 砰一個桌上 很大聲很大聲 那時候我們很震撼 他說你們沒打他 他自己所以拿他手打他自己耳光 然後他在旁邊站著說 就是刑警對我心求 當場把我打得一千年懂的 謝賊誣告竟然態度大轉變 究竟刑警在法庭上做了什麼事 他在旁邊站著說 就是刑警對我心求 當場把我打得鼻青年總的 那檢察官就很大聲 拍了桌子罵了一句話 你們是公務人怎麼幹的就對了 我們比較老的那個學長 就一個字而已 就這樣一個字而已 那檢察官發表了 你吃什麼東西 你秒釋吧 馬上把你改被告 我們三個 奇怪 馬上把你聽不懂他講什麼 那可是那個犯罪行人 就在我們對面就看得到 比如說在那個韋庭那邊 我們三個人其實很多以前的刑警 你看到刑警不要相信他是警察 他看起來像土匪啊 真的不像啊 有時候 為什麼現在刑警 都穿在刑警的背信 因為他記者一拍 不曉得是誰是歹徒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好 他們不像我是 美語之中有一股浩人正氣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去警察局 我還問說嫌犯是哪一個 因為我真的看不出來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要拍我還怕拍錯 以前燦鳥記起來真的拍錯 拍警察是嫌犯 真的 播出來才知道他不是 所以我們當下那三個 我另外一個學長 他眼睛就像關公張飛 那樣眼睛很大 瞪著那個嫌疑人 那嫌疑人看著他 對怒了差不多五秒鐘 就跟那個簡座講 簡座 他說我記錯了 不是這三位先生對我的攻擊 我說錯了 應該是現場的民眾 那檢察官就惱羞神怒 很生氣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你怕什麼 我幫你處理 我幫你做證 他說我真的是記錯了 不是他們這三位 跟他們三位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以前警察你出了庭 以後找你找得到很容易 沒有什麼個資法 以前是太容易找 所以檢察官說 你這樣我幫你多加一條罪 誣告那個犯罪嫌疑人說 你加一條也沒關係 反正我也關不到 他以前說我們是關中的那一條 親的吸收掉了 警察被他氣得半死 他說你以後這種案子 把醫護辯護人從頭到尾 在那邊一句話都沒講 因為他很年輕 可不我不曉得那醫護辯護人 到底是當時可能就是 有跟他講說 你除了就是要把警察講說 那個有刑求 還有你那個切到的部分不構成 以前我們的刑責 卸到進去他也不是很重 所以他可能就是七八個月就出來了 對 那個如果講的話 你怕什麼 我保你啊 他就上面講 那這個大門以外呢 這個大門以內當然歸你啊 除了這個大門以外呢 你沒有看高仁河瞪我那個眼睛 沒說要趕快跳腳樓吧 你快點 我們池沒上路 對可是講怎麼樣 補充一下 這個案子是我幫我同事代庭 那他是兩邊的兄弟 兄弟火拼 然後有人死亡了 那所以 最後被這些人被檢察官有的起訴殺人 有的起訴傷害致死 那我自己沒有接重大刑案 就是純粹幫同事代庭 那去代完庭 退庭了之後 我當事人就是有動手的其中一個兄弟就說 誒律師啊 那個你等一下退庭要回事務所嗎 我就說 對啊 我要回事務所啊 怎麼了嗎 他就 誒 就是你一起走 我就說好好啊 你跟我走 因為我覺得律師碰到這種 這種暗案件 看多了啦 就是我覺得兄弟不會去 無聊動律師 所以我就很帥氣了 來 走後面沒關係 走後面 你這麼確定 你這麼確定 我自己覺得很帥 來 坐後面 有視頻很有把握 我們從法院二樓一直走到一樓 一樓大門口一出去 哇 這個這個這個 風和日曆一片近空 然後 然後 這個 兄弟本來走到我後面是這樣 走到我肩膀後面這樣 然後一看到外面 完全都沒有人以後 馬上這個下巴抬得比 我維銘哥還要高 然後這樣 就直接從門口這樣 走上計程車 然後一句謝謝跟 跟再見也沒跟我說 我就在門口這樣子 呃 就只能做他好運啊 就做他好運啊 我知道 其實那個視頻 那個心裡面有準備 就萬一看到一堆人湧上來的時候 他在這 他在這 我不是 我我是來代替的 跟我沒關係 這樣案子辦不辦 不敢辦 真的嗎 對 不敢辦 我們真的有遇過那一種 就是兄弟火拼的 然後有好多槍的案子 可是那種案子 第一個要我們去陪他徵訊 可是我們都很擔心說 你這個徵訊完 或許你有機會把這個人救出來 那如果沒救出來呢 是不是換你要跟著陪葬 好 所以其實在法庭裡面 當然法庭是講規矩的 講法律的 講道理的一個地方 但是總是也有情緒參加在裡面 不管怎麼說 還是要講 有律師魂以外 各位 他們就只是在幫當事人 爭取他法律賦予 引有一些權益 真的 不要對他們 遷入於這些律師朋友們 而更重要一點就是 希望所有的公理爭議 真的在法庭能伸張 OK 現場再次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不要讓每週一到週晚上十點 我們健康有時間 拜拜